这是一座东方的艺术宝库 也是一部多元文明的交融史 自西卫到宋元的数千年间 古人在这座洞窟中 又历经起伏的千年 墨高窟第二八五窟 他所化为何 所去何方 所求何愿 让我们扶去时光尘埃 一起去追寻这个答案 我们出现的声音 供养人以善念开枯 在这四方天地间描绘着心中感念 以此得以追溯文脉根源 即便枯中所画供养人的身份仍有诸多未解 但从人物形象服饰可以看出 他们多来自不同民族和地狱 而他们想表达的故事却殊途同归 东阳王袁荣在敦煌遗书中曾发愿 四方父化恶贼退散 国风民安善怨从心 信善 劝善 向善 这简单的愿望可连接天地四方 超越民族 观念与时空的界限 在第二把武窟的南壁描绘着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 作恶一方的大盗被官兵围剿 受尽酷刑 放逐山林 五百强盗成佛图描绘了世人的苦难 又赋予他们救赎与圆满 是从善如流和仁者爱人的写照 当众生在为世事无常 生老病死所裹挟之时 第二把武窟表达着他的慈悲之善 轻声安抚着那些伤痛的灵魂 他们似乎悟出了什么 又在头顶开启了一方新的净土 枯顶枣景与四批所会壁画 象征天地宇宙 众神观或藤月翱翔 或昂首奔驰 四周天地旋转 云气缥缈 满壁风动 以中国传统哲学观念 天元地方架构而成的三元三方 宇宙模型式莲花锦心 是对古人理想天国的图会 更是对未知的崇敬 也是心中善念的执着 更多的神明跃然而出 带领人们端心正念 顿入善境 第二把武窟敞开他宏达的胸怀 来自中亚 希腊 印度 中国的文明在这里汇聚 轻盈的飞天从古印度飘扬而至 它们入乡随俗 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天人形象融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飞天形象 在这里 大家还将看到众多中西方神话中的奇妙身影 有中国特色的飞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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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一般尖过荒相 第二把飞天形象 一般变成天形象 在飞天形象中的课程中的 肝東亏形象 这个飞天形象 可能好像是一个 我们可以在那里的好奇妙 还是所有特色的飞天形象 在这里 壁画不再是佛经的图结 而呈现出了时代与民族的印记 融下了至多文明的月下 当古人用山河大地的色彩将其调和 在世人仰望时 便听见这首理想天国的交响诗篇 西卫帝285窟 扣向了敦煌石窟千年盛世的宏伟开端 而后人又用了百年抽丝剥茧 才研究出因从何处着眼 愿帝285窟还有下一个百年千年 让这篇关于善的奇愿永远的流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